核酷冲突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副作用 中国对欧洲的电热毯出口呈现出一个小高潮 中国分析与咨询机构爱吉威报道说 往年大约在两三万条 今年到现在起码达到七八万条 其中许多电热毯含有中国国产芯片 以监测或控制温度 高端型号甚至包含蓝牙或其他科技 进一步为中国芯片制造商创造更多商机 该机构表示今年1-7月 中国的电热毯出口额达到3340万美元 同比增长97% 远高于其他品类的消费电子产品 这是值得欢迎的增长 因为正如个人电脑出货量 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所表明的那样 消费科技市场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沉闷的年头 但对消费科技产品制造商或其原器件供应商来说 单单靠电热毯不足以扭转健坤 爱吉威援引一位中国制造商高管的估计称 即使电热毯的出货量飙升至1亿条 相关芯片的市场规模也就可能达到约1400万美元 然而目前电热毯销量激增的背后 体现着一个更大的趋势 俄乌冲突 以及管道据称遭到蓄意破坏 大幅削减欧洲国家用来发电的天然气供应 从而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 电热毯使用成本比电暖气更低 所以销量激增 在爱吉威看来 除用以管理储能产品的芯片外 欧洲的能源短缺与价格上涨 也创造了对光伏和风电科技的需求 因此电热毯热销 预示着中国芯片制造商 可以追逐的其他增长机会 对中国来说 好消息是电热毯或能源应用所需的 那种芯片是低端产品 即使在美国试图阻止北京 获得更先进半导体之际 中国本土企业也已经有能力制造他们 而且不会被阻止追逐 将冠增长机会